原来禁区之主早已陨落 只剩下了一颗头颅 但却正是这颗头颅教导出了八位真仙 书接上回 当十号与禁区之主告别后 他惊恶地发现周围的茅屋 以及宇宙湖全都消失不见了 四野一片荒凉 只剩下了几座残破的丘陵 十号扫视周围 又看到了地上有三颗头骨取代了禁区之主 与两名道童的位置 他从头梁到脚 刚才的经历分明那么真实 但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此情此景 很像凡人口中所说的托梦 死去的人显灵 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述生前的执念 十号看着那颗头骨 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堂堂禁区之主最后落的这么一个下场 那可是曾经高高在上的存在 拥有屁靡天下的无敌战力 结果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 只能化作白骨 伴着万古寂寞 于七冷中横沉荒野 甚至最终还要以这种方式显化 与十号交谈 未免太过于可悲 十号在一阵叹息后 他蹲下身来 想要将那颗头骨葬下 避免他继续横施荒娇野外 可任凭十号如何用力 都无法撼动那颗头骨分毫 他像是一堵撑开天地的墙壁 要知道以十号如今的修为 完全可以做到手握日月斋星辰 可此刻竟然没有办法拿起一块头骨 但很快十号又发现了异常 这周围有几块石碑 上面刻着不同时代的文字 第一块石碑上的流名是傲骨 最后一块的流名则是清月仙子 十号发现这些名字都很熟悉 正是禁区之主所收的八位弟子 并且他还从这些石碑上了解到了一些真相 这些天纵奇才来到这里 的确都得到了禁区之主的传承 可那时禁区之主便早已陨落 和现在一样只剩下了一颗头骨 这些弟子们也曾想葬下这位禁区之主的骸骨 结果都无法做到 只能留下石碑在此评调 十号非常震惊 这位禁区之主究竟是什么年代的生理 竟然在仙谷初期 就已经是一颗雪白的头骨 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般强大的存在都走向了陨落 十号又惊奇地发现地上有茶壶 玉石块都很陈旧 但这些的确也都是在梦境中出现的东西 十号抓起茶壶 竟然真的又倒出了一杯茶水 甚至还带有丝丝热气 十号不解 这估计都已经过去一个多纪元了 茶水竟然还温热着 一旁的无畏狮子缠得直咽口水 因为那茶香太浓郁了 十号浅尝了一口 依旧是那么苦涩 让人难以接受 他看到无畏狮子无比渴望着能够品尝一口 于是便给他也倒上一点 结果无畏狮子喝完发出惨叫 那模样非常凄惨 整个人仿佛都要炸开了 很快十号又察觉到了异常 突然间那消失的茅屋和药田恢复如初 禁区之主依旧温文尔雅地坐在前方 身后还有两个梳筒 他笑着说道 我早就说过 这茶水不是一般人能喝的 紧接着禁区之主 他抬手点在无畏狮子身上 才缓解了他的痛苦 十号颤声问道 前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禁区之主回应道 我之身早亡 消失的终究消失了 而你也该离开了 尘世是了再来一续 下一刻这里再次成为枯寂之地 只剩下了三颗头骨 十号郑重地将玉石块珍藏了起来 并在撕捉禁区之主仅凭剩余的一颗头骨 竟然就教导出了这么多真仙高手 的确非常不简单 最让十号意外的是这位禁区之主 竟然去过那片堤坝 还活着回来了 只是由于负伤太重 最终也走向了死亡 十号在离开此地后 急速追上了战船 与父母还有芸汐重新会合 由于这艘战船是天神书院一众长老 为十号亲自炼制 它拥有莫测的威能 可以跨域而行 所以他们在前行了数个时辰之后 便来到了下界八域之一的荒域 十号站在船头 俯视着下方的苍茫大地 这里是一片大荒 否则也不会被称为荒域 十号深吸了一口气 跟上界比起来 灵气真的非常稀薄 无法常年提供滋养肉身 与神魂所需的物质 但此刻的十号 却感到非常满足与欣喜 毕竟离开这里 已经有十多年了 直至今日才重新回到了 这片让它怀念无比的故土 十号让战船在后方前行 它则是直接从空中降落 到大地上先行一步 因为它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感受那种熟悉的气息 当年十号还是少年时 它带着清风一路摸爬逃窜 前去补天阁报名 时刻面对生死考验 要避过各种强大的古兽与凶情 可现在它行走在这片大荒中 仿佛成为了一头人形大凶兽 各种神情猛兽都要退避三射 十号出于好奇 探出神石搜索这片大荒 想要看看有什么特别强悍的生灵 结果竟然真的发现了 有点燃神火的强者 对于经历过大劫后的下界来说 这属实有点诡异 十号寻着气息找了过去 想要看看究竟是怎样的生灵 毕竟石村就处在大荒中 有这样一个神秘的神火强者 会是很大的威胁 可当十号看到对方的真容后 那正是十号先前所收服的三黑 当初十号在与七神决战时 就数这家伙逃得最快了 而他在察觉到十号出现后 没有丝毫犹豫撒腿就跑 可他怎么逃得了 十号一把便将其抓了回来 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直接将其带回石村再做打算 十号一路风驰电掣 竟只赶向了那个养育他长大的石村 在返回的路途中 十号又想到了那只神秘的五色群 可以说上一次之所以能够复活 与五色群闲来的一些种子有关 而从十号董事起那只五色群 就在村中 但也经常会消失一段时间 如果说谁能欺负小时候的时候 估计也只有五色群了 因为在十号而时 经常会因为追逐五色群 摔得痛哭流泪 直至长大后 依旧没有抓到过那只神秘的五色群 不久之后 十号便来到了石村近前 并看到了众多熟悉的面容